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200公尺长的书法作品 台中市就有一名书法家 他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 把十部佛经的经文共三万多字 全部都写在同一张纸上 他要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这不是拉白这条抗议 而是可能打破世界纪录的书法作品 200公尺不间断的宣纸 动用了200名国小学童 让了操场整整一大圈 才有办法一回全貌 再过来 一点点 他写那么多都还不会歪掉 这样机器印出来的 要完成这样一幅作品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写错字 心也要静得下来 写字之前要先打坐 书都有限 一边写一边剪 连我带他也是一样 过了五个月时间 用秘书曾写包括心经大悲咒 金刚经等十部经文 共三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个字 结合书法和佛法准备相经 是世界纪录挑战 还是新闻 黄正明刘道远 台中报告 谢谢 一会儿 不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